好 直播各位觀眾來關心 發生在今天早上 國道三號南下九十九公里處 新竹寶山交流道附近的追撞車禍 有最新的畫面曝光了 可以看到在會入新竹系統之前 所有車輛都放慢 速度停了下來 但是後方的連結車車速 沒有明顯的放慢 直接是撞上了前方的三輛車 造成連環狀 其中一輛車子開始竄火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車上的人趕緊逃生 這起連環追撞事故 一共是造成了六人受到輕重傷 主因就是連結車駕駛 沒有注意到車前狀況 導致事故 甚至造成了車流回堵 將近十公里 以上來自新竹的最新消息